吴亦凡事件终于来了大结局 警方通报吴亦凡被刑事拘留 本因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然而网友对吴亦凡后续事件非常关心 时刻关注他妈妈怎么行动 关注吴亦凡在看守所里怎么生活 甚至还有不少粉丝建群声称要营救吴亦凡 这些人真是太疯狂了 完全不顾法律的威严 根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 吴亦凡在里住着单间屋子 厕所也在屋内 他没有生活自由更没有娱乐生活 每天还要坐在小板凳上背诵法律法规 接受改造教育 有网友说吴亦凡今天的结果 完全是他妈妈一手造成的 明明只需要一句道歉的话可以解决问题 偏偏搞出个800万 明明800万可以解决问题 偏要去公安机关报警 结果把吴亦凡送进了看守所 作为吴亦凡的妈妈这次后悔死了 本以为是为了维护儿子的利益 没想到竟然亲自把儿子送进了监狱 这或许是他妈妈今生以来最伤心的时刻 本以为可以下半身享受儿子的福气 却迎来这么一个极其糟糕的结局 为此吴亦凡妈妈查饭不死 半个多月以来仅睡了15个小时 几乎每天以泪洗脸 伤心痛哭流鼻涕 不得不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过于的溺爱却是对儿女的伤害 尽管如此伤心 吴亦凡的妈妈仍然不忘展开各项行动 尽可能帮助儿子减轻刑罚 甚至是救他出来不接受处罚 为此和多年没联系前夫联系 由他寻找业内顶级律师 希望把吴亦凡救出去 据知情人士透露 吴亦凡的生父专门寻找了加拿大的顶级律师 希望通过国籍和引渡等政策 把吴亦凡救出去 不过到底能不能如愿还要看下一步的动作 据说吴亦凡的妈妈还专门找到了成龙 希望成龙出面帮助解救吴亦凡 毕竟成龙曾经特别看好吴亦凡 正在吴亦凡前途不可限量 成龙之前和吴亦凡有过交集 吴亦凡曾到过成龙的公司讲课 不过据说连成龙的面还没有见 他就拒绝了吴亦凡妈妈的请求 显然在这个关键时期 谁也不想和吴亦凡沾上关系 据了解此前房祖民出事后 吴亦凡第一时间和房祖民理清关系 表示他们之间并不熟悉 这次轮到吴亦凡出事了 成龙自然不想和他产生关系 估计这时候整个娱乐圈的人 都不想和他有关系 之前网友爆料林俊杰何炯等人 和吴亦凡有关系 这些人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和吴亦凡没有任何关系 何炯甚至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并出事了派出所的报案回职 换在最后既然违反了法律法规 那就不要想着逃避法律制裁 法律对于每一个都是公平公正的 不会因为某人是明星而放宽处罚 而在这个关键敏感时刻 谁也不想和吴亦凡沾上关系 谁都希望和吴亦凡站得远远的 即使是法律界也一样 都希望公平公正判刑 此后有人透露 吴亦凡在洛杉矶也和女性 发生不明关系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他在中国接受法律制裁后 还要在美国接受法律制裁 最高科判11年 最后紧记 无论是娱乐圈还是其他行业 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 无论是大佬还是大明星 都逃不过法律的火眼金金 近日有网友爆出了吴亦凡 目前在看守所的现状 据称他竟然和老友抢粉条吃 能看出来他应该也是 逐渐试验里面的生活了 不过比起先前的灯红酒绿 如今的吴亦凡只能直扛宴菜 生活水平着实下降了一大截 吴亦凡作为曾经的娱乐圈顶流 出了这样的事情 难免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对象 网上的爆料层出 有一些还带证实 但有一些基本可以判断为谣言 或者已经被相关人员辟谣 希望网友在吃瓜的时候 还是要保持理智 吴亦凡被刑据以后 有人说他其实是被自己的母亲 亲手送进去的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当初其母为帮儿子摆平这件事 想出一条妙计 先私下与都美主联系 然后假意答应对方索要的赔偿金额 再反过来去警局报案 说对方涉嫌敲诈 可都美主最终识破了这场骗局 并同时也向警方报了案 如此一来 警方不得不介入此案 由此才逐步取得了 吴亦凡涉嫌强奸的犯罪证据 近日去港媒报道 吴亦凡母亲为了给儿子脱罪 愿意花重金聘请律师 然而却一直找不到人帮助 最后吴亦凡母亲心力交促 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最终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吴亦凡母亲吴秀琴和前夫 已经多年不再有联系 但吴亦凡出世后 父亲已经紧急从广州赶到了北京 还找了业内顶级的律师 为吴亦凡辩护 这对已经离异多年的夫妻 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局面再次相聚 想想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试想如果吴秀琴不护短 及时纠正儿子的错误 正面面对所发生的事 不再私下搞小动作 那吴亦凡的现状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呢 而对这场闹剧 杨美也是毫不留情 直接发文称 吴亦凡那些走火入魔的粉丝 该清醒了 身为公众人物不但没有引导粉丝正确的价值观 反而各种丑闻不断 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从而导致这些涉事未深的粉丝 形成极为错误的价值观 像当初牛奶应援一事 不正是这样发生的吗 吴亦凡事件后 网上传言国内娱乐圈 尤其是激情的饭圈文化将会被大清洗 这对于真正的好演员 以及热爱影视文化和音乐的网友来说 无疑是一大信使 毕竟这个圈子也确实该整顿了 否则此前被唱衰的内娱可能真的要完了 吴亦凡的事件不应该只是舆论的盛宴 更应该成为娱乐圈的一次警钟 娱乐圈选人的标准不能只有颜值而没有德性 吴亦凡的事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吗 谁能想到 吴亦凡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从万中瞩目的聚光灯下走了网络 查无此人 在警方通报 吴亦凡涉嫌强奸罪之后 吴亦凡被全网全平台封杀 所有账号被封不说 有关他的账号被禁言或永久关闭了990个 主演或参演的影视作品中 他的名字也变成了一串数字 卫博的电视剧青簪行也删除有关他的所有动态 曾试图用他的热度吸引观众眼球的网友明星 都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曾为他发声的公众人物 要不被封号或者被禁言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曾经人人想要靠近的顶流 变成了人人避而远之的温神 但吴亦凡此次的事件绝对不是娱乐事件 艺人本身的失格到资本造星的扭曲 加上翻圈文化的变态 娱乐圈的纵容与简末 甚至是附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吴亦凡这样的劣迹艺人 自吴亦凡被刑拘之后 网上接连不断的出现关于他的后续搭瓜 焦点追踪栏目首次曝光了吴亦凡被刑拘前的细节过程 根据节目中透露 吴亦凡被刑拘之前 手底下的那批工作人员挨个接受了盘问 好多人扛不住直接爆料了吴亦凡不少秘密 这也是导致吴亦凡那些事情逐渐浮出水面的关键 不过吴亦凡被刑拘之后 有网友爆料吴妈还在到处求人给儿子找辩护律师 尤其是在国外留过学的律师 甚至不惜重金发求贤令 不过吴亦凡能从顶流变成现在的法治咖和这位母亲也离不开关系 最初都美竹在网上公开喊话吴亦凡 吴妈直接去报警认为都美竹敲诈 才是牵连出后续吴亦凡 可见对儿子的包庇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